The Darkness Take Control 哈囉大家好,我就來跟各位介紹 WARFRIEND的組合近戰武器 也就是我們常會聽到的ZONE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我們的神威勇猛 那神威勇猛是什麼效果呢? 就是當我們對浮空的敵人造成攻擊的時候 會有加200%的機率或者額外的連擊數 那基本上這一個負能的話 它會綁定某一些武器用起來會比較好用 那像是我們的鐮刀或者是我們的長棍 那為什麼會綁在鐮刀跟長棍上面會比較好用呢? 主要是因為這兩種武器啊 基本上都是屬於要玩我們的戰A 那它的戰A都會附帶一個浮空的攻擊 它的那個低段攻擊這樣子 那麼搭配我們的鐮刀 或者是我們的長棍類型的組合武器 用起來就會非常的好用這樣子 好,那麼我今天呢 雖然說是鐮刀跟長棍都可以用啦 不過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大家去做鐮刀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長棍... 唉...它真的...就很平常 那鐮刀的話它是會有一堆強切啊之類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它的重擊也是一個強切的這個傷害 那麼為什麼會講到我們的重擊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個配置 有可能成為未來的近戰改版還會用的一個配置 就是我們的這個連重流 那這一個配置通常我們平常會不常見啦 我們比較常會在我們的打中斷角度就會看到啦 那這一個成為勇猛呢 它剛好可以讓我們來玩這個日常的時候能夠玩連重流 因為它連級數疊得夠快 那之後那個什麼完美重擊喔 聽說是會有100%重擊效率什麼的 那它基本上沒意外的話 那應該也是玩連重流啦 那不過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一個鐮刀目前現在這一套配置玩起來 其實就已經有一點連重流 而且它打起來就很好用了 它已經有一點像完美重擊的感覺就是了啦 好 那麼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一個鐮刀它要怎麼樣去組裝它 那要怎麼樣配 好 那首先這邊呢 浣熊是準備了兩套玩法 主要是給予各種不同的玩家去做選擇 那第一派玩家就是中斷玩家 也不能說中斷玩家 應該是說它會比較就是喜歡去平常還是用我們的連擊 然後偶爾看到叫應的怪才用重擊的玩家 那另外一種玩家則是 欸我不行我就是看到怪我就是要一直丟我的重擊 我就讓重擊比較爽這樣子 就是比較常用重擊的玩家 那麼比較常用連擊跟比較常用重擊的話有什麼樣差別呢 那首先我們這邊先來給大家講的是 比較常用重擊的玩家要怎麼樣配 好 那麼比較常用重擊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給它這樣子配喔 那首先這邊擊打步是選用我們的瘟疫奇握 主要是因為瘟疫奇握做出來的鐮刀 它能夠自帶病毒 那麼這邊我是主打一個就是把這個 觸發 欸不是觸發 把這個暴擊機率給盡量拉到最高 然後攻擊速度也拉到最高 那麼觸發就不去管它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配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這個連重流嘛 它只要有連擊速疊起來 然後我們重擊下去就是靠這個鐮刀的重擊強切來打傷害的 那麼基本上我們觸發就不用去管它了 那我就是把我的暴擊機率給盡量拉高 讓我們的重擊能夠傷害越高越好這樣子 那麼這一套配置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配卡呢 欸基本上要長這個樣子 那這裡呢 我是選我們的收割螺旋拉 主要就是因為看中收割螺旋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它第一下的這個第一段攻擊 就可以把怪給挑飛 然後第二下能夠觸發一個強制切割 那麼這邊有一個強制切割喔 這是一個關鍵的地方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到 應該說現在馬上就要跟大家講了啦 那這個強制切割有什麼用呢 它能夠在我們這一個配置裡面 在沒有特別去稱觸發的時候 對怪上切割 那麼對怪上切割有什麼用呢 欸就是跟我們這個搭配有關了 就是我們有一張MOD很冷門的 就是我們的殘酷組合 當切割觸發效果時造成傷害 能夠有100%的機率增加近戰連擊數 那麼當我們這個殘酷組合就是我們 強制觸發切割的話 它會幫我們就是多疊這個連擊數 然後它這個切割每跳一下 我們連擊數又再跳一下 那麼這個在我們平常的配置 搭起來都還好嘛 殘酷組合就是多一個在那邊疊 啊不過我們平常疊也疊很快 所以它根本沒有感覺 那我們為什麼這一個配置上 會搭我們殘酷組合呢 主要就是搭配我們的神威有猛 欸相信大家可能還有發現的就已經發現了 那不過我這邊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連擊動作呢第一段 它是先把怪給挑飛了 然後我們第二段 我們才去做一個強制切割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在強制切割切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怪是挑飛的 那麼這個怪的挑飛它只要是挑飛的狀態下 我們就能夠吃到我們的神威有猛 那麼殘酷組合搭配神威有猛 就等於說它每一次怪跳一次DOT 就跳一次這個持續傷害 它都會幫我們疊了3的連擊數 那麼在這個加成下 大家等一下會看到我的連擊數幾乎是一瞬間 它就直接跌到12成了 那麼我們用起來喔 就是它可以一直去快樂的重擊就是了 然後打起來就非常好用這樣子 好那麼我們這個連擊的地方解決了 接下來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其他配置啊 那首先這邊我會建議大家放我們壓迫點 去提供它的基礎傷害 主要是因為它沒有什麼觸發 它就只有一個強制切割 那這個異晃超量沒辦法吃到這麼好 就是兩三種以上的狀態啦 那不過你如果有上異晃槍的狀態 你的那個習慣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換成異晃超量就是了 那麼再來我放一個劍鋒P去提供它 這個近戰的攻擊範圍去改善它的手感 然後狂暴P去提供它的攻速 也是讓我們能夠更快的去疊連擊啊 然後更高的傷害啊之類的 反正就是去改善手感之外 還可以提供我們DPS這樣子 那麼再來我這邊放了一個 極劍寶圖去提供它的暴擊機率 然後併合肢解跟角鬥士威猛提供它的暴擊傷害 那基本上這一套配置的話 就是不用去配元素啦 因為它這個沒有在管元素 它沒有在管狀態觸發的 那會放併合肢解是因為我們會常常要重擊 那我這邊放併合肢解是拿這個重擊蓄力 攻擊速率之外 還可以拿好它的暴擊傷害 那麼角鬥士威猛則是在進一步提供它的暴擊傷害 那麼最後這邊我會建議大家放上一個增幅線圈 就是讓我們在用重擊的時候 能夠不用消耗到這麼多的連擊 讓我們就是至少還會有一個穩定基礎的那個連擊數在那邊 好 那麼接下來呢就是先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個 就是比較喜歡一隻時常重擊的玩家的這一個 呃神威勇猛用起來效果是如何 那這邊請大家先關注一下我們的右下角這個連擊數的部分喔 那我現在要開始普攻囉 那我這邊就是按下我的那個攻擊鍵 大家看到它這個疊的速度會像鬼一樣的快喔 一瞬間它就疊到12層了 那我們疊到12層之後我們只要一個重擊送下去 那大家看這怪基本上就可以被我們直接秒掉 那麼這怪秒掉的時候如果有注意看的話 會發現到欸我們的右下角好像又有跳了 欸沒有錯但是因為它的這個殘酷組合喔 要不然正常我們疊到12連擊的時候重擊下去 它呢只會掉到 呃好吧它繼續疊了 反正呢基本上我們就是可以做一個這個搭配 然後去就是利用我們的殘酷組合 讓我們的連擊數基本上它可以一直維持的非常的快喔 那我們在疊連擊的時候它的傷害就是 呃也就是在疊連擊的時候 它又可以一直觸發神威勇猛然後跟殘酷組合 然後去幫我們疊連擊跌很快 然後我們重擊就強切 那強切它強切的時候跳的那個持續傷害 它又會再幫我們補回連擊 那再搭配我們重擊效率的話 基本上大家會發現我們用起來這個 連擊數一直在8R9啊這樣子 那有些時候可能會掉到7R9啊 然後用起來它是非常的好用 就是會可以一直在重擊的欸 這個使用這樣子 欸它總有一隻怪飛到這邊 What 呃好吧 那接下來就是來跟大家講一下另外一個 另外一套配置跟搭配呢 是給就是比較喜歡連擊 就是玩過傳統型的這種連擊流武器 然後還是會喜歡偏向於進行連擊流的這種玩家啦 那偶爾看到比較硬的怪才用重擊的那種搭配 那這邊的搭配的話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麼首先我們擊打步一樣是用我們瘟疫奇握 那麼握柄步一樣是用我們的配耶 那欸不是啊 握柄步用我們配耶 然後我們環接步是用我們的伊克瓦那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 這一套配置的話是要把我們的觸發給稍微兼顧到了 那這一套配置其實它比較適合玩連擊流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玩連擊流的連到的話 你可以直接配這一套啊 那你如果要玩重擊流的連到的話 我是覺得你可以配個旁邊是我的一套 專門來玩重擊啦 不過我自己還是覺得 你要玩重擊的話還是玩連中流 因為這一個連到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把怪給腐狂去把我們神威勇猛吃好 那我這邊是推薦給大家這一個是 可以玩連中流 但是比較偏向連擊的配置 那麼除了這樣配之外 我們的配卡有什麼更動呢 欸其實說真的啊 還真的是有一些更動 但是就是沒有更動太多就是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配置大概怎麼配 那基本上我們這一套配置的話 就是把這個機箱從這個什麼 壓迫點改成我們的液礦超量 那為什麼會改液礦超量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狀態有顧到了 那我們狀態有顧到的話 我們這邊也要把我們的角動式威勇 改成創口潰爛 就是讓我們的這個連擊在那邊疊的時候 疊很快的時候也能夠把我們觸發給疊高這樣子 那基本上這一套配置的話 呃就是也是一樣啦 剛剛一樣同理啊 就是利用我們的殘酷組合啊 然後加我們神威勇猛啊 然後去那個打這個非常快的連擊 然後我們這個因為有撐觸發啊什麼的 所以說我們平常普攻的時候傷害也會比較痛 那因為這個武器瘟疫齊握 它自己有自帶病毒 所以我們不需要配任何的元素 我們在這個普攻的時候如果有觸發到病毒 那我們重擊切下去 其實跟剛剛的直接重擊切下去傷害是差不多的 好那麼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這一套配置的話 基本上打起來這個連擊速度也是疊得像鬼一樣快喔 那大家看它連擊速度疊得很快 那疊很快之後呢 它這個平砍的話 其實大家發現平砍它已經差不多快把怪全部砍死了 那為什麼它飛到這麼遠啊 那麼接下來用完之後呢 我們一個重擊 那大家看它基本上它傷害也是跟剛剛差不多痛的啦 那我們平常就是這樣子在那邊平A的話 它的傷害則是會比另外一把還要痛 那麼重擊的話其實就是 雖然會比剛剛那一把還要來的不痛 不過它如果有疊到病毒啊還是什麼的話 其實傷害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偏向於建議大家玩這一把啦 那雖然說各方面來講 玩雄都覺得這一把是比剛剛那把還好 不過他們還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差異在哪裡呢?打小小黑 那打小小黑的話 你如果要打比較痛的話 打比較快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用剛剛第一把介紹的那一個 主要是因為它是依靠我們的高爆率這樣子 那我們單下切割會非常的痛這樣 那這一個的話 則是會多少去依靠到觸發去疊出這個傷害 雖然說它的傷害也是很痛啊 那個重擊 蛇被重擊其實砍下去就很痛 基本上可以把怪給直接打死這樣子 那麼不過原因是因為小小黑 還有一個限制觸發的這個機制在 所以說我們這一把鐮刀 這一個第二套配置在打小黑的效果 是變得比較沒有到這麼的有力這樣子 那麼今天呢 欸是要給大家看的話 就是來看這一把 就是對小黑比較沒有力的這一套 然後來給大家看它打小黑的效果 就是如何 那麼如果就是覺得這個傷害還不夠的話 那麼就可以考慮去玩內套 因為內套它的這個搶切傷害會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打小黑的效果 就是如何啦 好啦 那麼接下來小黑來了 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瘟疫奇我 他在打小黑的效果 就是如何啦 那麼基本上 我們只要稍微疊個連擊啊 然後去找小黑 OK 那麼找到小黑之後呢 我們要先對他打個幾下 讓他身上有一點點的異常狀態之後 我們再去用我們的重擊 欸不過沒打到 好 再用我們的重擊 那麼大家就會看到 他的切割喔 跳起來就會變得非常的痛 那這個是沒有就是 呃 並不是比較適合打小黑的那一套 是另外一個就是有故觸發的那一套 那麼有故觸發的那一套 然後大家看他的切割打起來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麼如果是另外一套就是 純爆的那一套的話 他打小黑的效果則會比較快一點喔 那 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你有噴異晃槍槍的習慣的話 甚至是能夠達到 就是一下小黑就直接不見的那種情況 就是你可能 你一下他可能是不會死啦 但是你會看到他跳一下切割 然後小黑就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既然時間結束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撤離吧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這一把武器用起來 他其實還蠻不錯的啦 那 唯一的缺點就是 大家會發現 他其實 攻擊速度是有一點點不夠快的 就是在輕怪的這種 手感來講 應該不是說手感 應該是說輕怪的這種 呃...情況來說啦 我們手感用起來其實個人是覺得還差不多 可是我們如果要真的能夠輕得了 那麼多怪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加個速攻附能 之類的 那大家會看他就是 打起來就會像這樣 那這樣子比較快的話 我們在打怪的時候他用起來會比較好 那麼 搭配之後的這個完美重擊之後 那個攻擊 蓄力速度如果能夠變得更快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有這個 重擊的這個僵死 那用起來的話 就是變成 不管有沒有觸發到完美虛擬 反正就是直接 我應該說 不管有沒有觸發到完美重擊 我就直接 打重擊 那個連擊速掉了 我也沒在怕這樣子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的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接著按你的小鈴鐺 這樣我從新的影片 要從來第一個直接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 WARF人的武器啊 或戰甲 或是打一些奇怪 有的沒的模式啊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去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就會把它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這樣子 那麼記得要到這裡結束 大家掰掰